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是贸易决战前迷惑对方的烟雾弹 还是在给自己铺垫后路 中美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 一时似乎有缓和迹象 双方官员纷纷表示 贸易战最终还是要靠谈判解决问题的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 双方现在都应该避免贸易战 并强调北京倾向于通过谈判化解争端 在向媒体做出这一表态前 崔天凯与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 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磋商 崔天凯与沙利文的会晤结束后表示 双方的主要商谈内容是 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恢复公平 已经平衡的经贸关系的必要性 并称双方都同意寻求能真正产生成果的 建设性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他透露此次协商的内容涵盖了 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两国关系的所有领域 崔天凯说 中美关系全面而复杂 双方仍然倾向于谈判 但是贪戈需要两个人一起跳 不过中国大使馆以及美国国务院方面都表示 此次磋商早在美国宣布再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加关税之前就已经安排 对于美方这一加征关税做法 北京方面既做出了相应反制措施 对美国的飞机汽车以及大豆牛肉等重要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政府同时已经在对大豆反制措施做了积极准备 农与财政部联合发布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会农政策 将实施大豆补贴且大豆补贴标准要高于玉米 4月4日一名美国贸易官员也表示 美方可能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不断加深的贸易分歧 但是该官员拒绝透露双方是否已经安排了高级别会谈 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当天也对媒体表示 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许只是谈判过程的一部分 他说我不认为这是贸易战 双方应会进行密集磋商会达成协议 白宫方面则表示 距离关税措施的真正生效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因此希望中国能做正确的事情 阿尔特拉姆本人则依然强调硬立场 他4月4日通过推特表示 我们没有再和中国进行贸易战 我们这场战争早在多年前就输掉了 就是因为我们愚蠢的或者无能的政治家所导致 现在我们再和中国一年5000亿贸易逆差 还有3000亿美元知识产权损失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4月20日到2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会议 本可以是中美双方探讨贸易争端问题的契机 但是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两国并没有在会议期间进行双边会谈的计划 目前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 和对中国301调查向下征税建议 中方已经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文宣紧锣密鼓地营造 中方出战告捷的热烈气氛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 贸易战进行至今 中国对美国的精准打局策略 对美国国内的触动效果非常好 可以说是出战告捷 文章认为 中国4日公布的加征关税商品清单 精准地打击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七寸要害 因为清单中涉及农产品 汽车 化工产品 而这些产品大量出口中国 但有代表性 而且产地主要是川普的票仓 文章声称像是大豆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出口市场 比重高达62% 而生产大豆的美国中部农业州是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及共和党票仓 选择这些州的农产品下手精准反制 相信美国国内的压力很快聚焦在川普头上 并且让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准备进军中国 文章说汽车工业发达的密西根州同样是川普的票仓 美国汽车被中国提高关税 对密西根州同样是个重大打击 至于被加税的化工产品及航天产业 背后的财团都是川普的重要支持者 但文章提到 川普在推特上说 没有与中国打帽一战 并不意味着退缩 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老道的谈判高手 推特里表达了好几层意思 首先是安抚美国国内 其次是把问题甩给了前几任美国政府 接着又抛出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纠纷 可见中美交纷仍将继续 文章最后说 中国不妨保持同等力度 同等规模的还击方式 以不变应万变 现阶段必须继续向美国国内施加压力 争取更多谈判筹码 至于长远来看 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且不妨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的外部压力 转变为内部改革动力 化险为宜 同样坚持硬立场的 还有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 该报周四以 这场贸易战 中国有底气打赢的 为标题 刊登社论赞扬中国政府 周三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产品 加征关税是直指美国经济七寸的反击战 打得准 打得好 打得解气 文章认为 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美国经济必将遭受重创 并强调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不再是个高个子 欺负矮个子 而是两个世界级巨人的博弈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让胜利的天平 逐渐倾向中国 社论认为 中国有信心 有实力 有底牌 在任何贸易战面前 给予强有力的反击 同时 也有意愿 有诚心 有行动 与世界各国一道 积极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权威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官方舆论还不忘提醒美国 这次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后 美国的波音 通用等飞机制造商 将受到较大影响 反而其竞争机制 同属此空载范围之内的 空客A320 倒是有了新的市场 不过欧洲方面表现冷淡 并没有过于明显的选择站队 德国政府则呼吁 中美两国通过谈判 解决贸易分歧 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 马赫尼西说 中美两国应该尽快利用 对话渠道进行沟通 否则争端会对各方都造成伤害 马赫尼西指出 欧洲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 围绕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争端 他强调 应当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应机制 以及双边对话的渠道 来化解贸易冲突 特朗普对世贸组织持消极立场 因此德国更应致力于 巩固加强基于规则的 世贸组织体系 马赫尼西在接受 德国之音的访谈时说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 长期贸易摩擦 指出 争端主要集中于 知识产权保护 强制技术转让 在华外其必须合资之规范等 他表示 要解决这些分歧 最好的方法是对话 而不是威胁加征关税 否则会令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